我跟我先生結婚的時候 我們養了兩隻大狗 那為了牠們呢 我們就搬到新店的山去 每天開上開下那個山 竟然發現牠們有這麼多的流浪狗 這12公里的路 整座山有500多隻狗狗都被我救回來了 我很清楚了解 整座山有多少狗狗 現在只剩下4隻流浪狗了 家裡目前有100多隻狗狗 都在我家生活 我救回來的狗狗都得住在我家 我不希望牠們被關在籠子 我希望牠們多點親近人 習慣這種居家的環境 這些狗狗就像我們人一樣 梅子的個性不一樣 有一些比較活潑、調皮的狗狗 牠們就比較適合一個 比較喜歡到戶外做運動的家庭 那有一些狗狗因為受虐過 所以呢牠們比較不信任人 因為多數這些流浪狗都怕人 所以我們要教牠怎麼樣跟人一起相處 怎麼樣跟人一起睡覺啦 跟小朋友玩 跟其他狗狗相處 甚至跟貓一起玩 那我們會帶牠輕鬆地散步 還有坐車等等 讓牠們更快能適應一個新的家庭 其實前兩天家裡有一隻老狗亡生了 這一隻狗狗 其實牠救到的時候已經是非常的老了 那很多時候這些老狗 要等到一個愛牠們的家 幾乎是不太可能的 那其實我不太擔心牠們什麼時候往生 我比較在乎的就是牠們在這一生 有沒有好好的活過 有沒有被人疼愛過 這是我覺得比較遺憾的 我在路上撿的流浪狗 就是我對狗狗的承諾 我保證要幫牠們找到一個家 今年二月我到了美國救金山 我的領養人幫我辦了一個狗聚會 當天我看到了一百多隻狗狗跟牠們的家庭 真的讓我非常的開心 這些狗狗是我當初在台灣 各地區救援的流浪狗 牠們現在過著非常健康 非常幸福快樂 每天早上起來看到這些狗 咬著一旁啊一直撲向著我 真的是很開心 牠們常常把我們全家鬥得非常開心 而且牠們有時候非常的Sully 就是做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東西 牠們真的是好可愛 就希望說多一點人 可以看到牠們這麼善良的一面